这个苦是我们生命的营养 是我们生命的营养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逆正上缘 它是来增强你的能力的 把吃苦当作吃补 国际佛光会谈教师曾广志 日前受邀佛光山中天寺开讲 以火焰化红莲为主题 讲解如何做好现代情绪觉察 与人我对应 信线上线下超过300位信众聆听 在我们面对生命的挫折的时候 怎么样用佛法来去做转换 我们在面对这种种的挫折之中 都能够在这个挫折跟考研之中去学习 讲了什么是人生的火焰 大家在会场上都提出了 不同的人生的火焰的看法 它一一解答了大家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法系充满 开放民众问答解惑 分享什么是人生的火焰 曾广志话说自己照顾母亲 对抗病魔的故事为例 透过学佛如何看待人生境遇 生离死别的体验 中天寺住持满望法师 代表致赠星云大师莫保 感谢星云大师创建佛光山道场 带来学佛因缘 期许佛光人们要持续不断修正自我 学习慈悲与理解 传递人间佛造 发水长流 新闻澳洲布里斯本 综合报道 好 好